好 我們回來講 大家非常關心的是 到底這個時候呢 全世界有哪些地方 我們最好要小心不要去 當然像很多媒體說提醒大家 日本 新加坡 香港 當然中國就不要講了 這些地方都是你 如果你要旅遊的話 最好三死了後行 除此之外 是不是有很多漏網之魚呢 這裡頭是不是包括印尼 因為很多民眾也很喜歡去雅加達玩 所以我們要留意 印尼的零確診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有一個國家的零確診 是真的還假的呢 現在被熱議中 這是北韓 北韓說他們的新冠肺炎是零確診 但這個數字後來被踢爆說 那是因為它為什麼是零呢 因為你只要跑出隔離房 趴趴走就被砰砰槍決了 那既然被砰砰槍決了 自然就不會是確診案例 所以這個零恐怕是假的 而印尼的零會不會也是假的呢 因為他們的衛生部也講了一個 蠻好笑的話 他說為什麼是零 他講得比較老實 他說檢測費用太貴 我們沒做 我們沒檢測 所以他是零 陳彥 我們先講北韓 因為零確診有兩種情況 一個真的我防疫做得非常的好 就沒有確診案例 那另外一種是 有醫就消滅 有醫就消滅 所以就永遠是零 他第三種是沒有檢查 對 還有第三種 對 就沒有檢查 那現在北韓的狀況 因為大家覺得 是不是他防疫做得好 因為他是1月30號以後 就把邊境封鎖了 再加上你說你從中國回來的 別人是隔離15天 隔離30天 而且我這個鐵腕實施 我叫你隔離對不對 結果有一個官員還跑去公共澡堂泡澡 怎麼辦 補起來 真的槍斃 真的槍斃 所以 所以我們剛才說去舞廳的台商 鑰匙在北韓早就被變掉 早就不知道去哪裡 在我們台灣就罰30萬鑰匙 那另外一個是 他隱瞞說他有去中國 結果一個也是官員 他就被嚇放到農場 當然大家就害怕 所以說是不是因為他鐵腕 但是實際上現在 根據南韓的一個情報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北韓曾給WHO的官方資料 是零 但是南韓也一直密切在監督 因為他也怕影響到他 對不對 結果他說沒有 就明明有青島的 就是從青島回去的北韓女子 就疑似染病了 就有 你們都說說沒有 甚至新益州傳出5個 病死的這個例子 然後他們去了解發現 都是發燒 然後你給他感冒藥 然後都是又掛了 而且整個病情的一個症狀 就跟新冠肺炎的情況 幾乎是雷同 這是南韓 他針對北韓 他有一個媒體 有一個報導 他一直在追蹤 然後官方說沒有 沒有 那個就感冒而已 感冒後來自己就死掉了 那也不關我們的事情 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懷疑 因為從過去以來 北韓的習慣 像過去的SARS也是 MERS也是 他會去報導全球 目前外面的情況 但是對國內的人 他說你看我們都沒有 我們很厲害 你看好棒棒 加油 你看我們都沒有 你看外面 你看死成這樣 病成這樣 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 就他們一貫 就是在資料上面就是作假 好 去年還記得那個 那個豬瘟 非洲豬瘟 豬瘟很嚴重 大家就發現說 他既然在5月的時候 通報了他們有豬瘟感染 有豬瘟的例子 大家嚇一跳 你有了 可是後來再持續追蹤 又沒有了 他說沒有了 就上次了 就沒有了 就那麼一次了 沒有了 那這個南韓的國家情報局 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大量的追蹤 他們認為 北韓幾乎全境的豬都被感染 而且他甚至他們發現 西北部的豬全部被殺死 全部都被 就全部就 撲殺了 撲殺掉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數字 我們絕對要高度的懷疑 因為他們就有習慣性 反正只要滅口 就沒證據了 對 那因為現階段來講 就是根據一個拖北的醫生 他也是高黎大學的教授 叫做崔振勳 他是拖北韓的醫生 他就說不可能零病例 為什麼 北韓的醫療體系非常的差 第一個 他就我們先講 就是說他的 他有沒有足夠的資源去做檢測 有沒有足夠的資源去做 這個足夠的設備去做檢測 他是高度懷疑 因為他自己講 在北韓是這樣 我醫生在做手術的時候沒有電 根本就沒有電 我要做手術 沒有電 就沒有手術 你就自己想辦法對不對 好 那我覺得 沒有電 我覺得沒有電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更誇張的是 他說如果你在被手術的時候 你有麻藥打到你身上 你是病人 是 運氣真好 人家說運氣真好 因為真的就有一個叛逃者 他後來跟外面的說實說 他當時之前在北韓 然後受傷 腿斷掉要被截肢 結果沒有麻藥 是五個人把他壓著 然後痛到就昏過去了 他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醫療資源非常的缺乏 甚至我們看到網路上有影片 他就說你在打這個點滴 他實際上就是那個啤酒瓶 啤酒瓶 啤酒瓶 然後裡面 裡面不是一般我們的說蘇一代 他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什麼 醫生自己做的藥劑 醫生自己做的藥劑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就是這個啤酒瓶 真的啤酒瓶 然後裡面不是我們一般的蘇一代 他就是醫生自己做的藥劑 所以他是喝過的啤酒瓶 拿來當點滴罐 然後包括針 我們那個針 現在都針用完就要丟對不對 他不是還是重複使用 洗一洗要重複使用 然後醫療資源缺乏到 比如說我在醫療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用棉花擦酒精 要打針什麼 那棉花是醫生自己種的 就這樣子 然後 就這樣子 這個拖北醫生他講的他爆料 那醫生 既要開刀也要開刀 還要做農夫 然後你現在看完病對不對 你拿到處方簽了嘛 我們是不是就到醫院的這個藥品 那個櫥窗去拿藥 他說不是 你拿到處方簽要自己去黑市買藥 然後結果 這個WHO其實有統計 因為他就是 其實我相信有可能 因為我看到愛的迫降 男豬腳要輸血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血 所以要女豬腳自己輸血給他 對 那因為WHO也確實統計 北韓的公衛發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比例 每年不到一塊美金 所以這樣的情況這個其實是很嚴重 所以北韓有可能成為全世界 現在大家都在努力防疫 可能成為破口 對 那當然美國主動說 我們這時候釋出我們的愛與關懷 對不對 與包容 我們是不是暫時不要來制裁他 他想要提供一些物資 一些資源進去北韓 但我想比較壞 我覺得北韓絕對不會同意 我怎麼可能讓你美國這一次 把你的手伸進來 好 那我們回來看印尼 印尼國人比較經常去的地方 現在也傳出他是零確診 他們的衛生部署 我們通通都沒有做檢測 這也很恐怖 其實是這樣 因為他在2月2號的時候 從武漢測了243個 他們的僑民回來 他就要開始做之前 他就算盤打一打 要做兩次 所以這次他們在噴消毒 對 他先噴消毒 消毒水 對 那官員怎麼講 他說要做兩次 算一算要花250萬 然後他說 他就說看起來他們都沒怎樣 我為什麼要做 給了錢 就不做了 而且其實他們還有講一句話 他說會有事就有事 沒事就沒事 要測幹嘛 就這樣子 真的 他就這樣講 不是 那有事的話會傳染給別人 對啊 但是他就說要花很多錢 就不管他 印尼2億多人口 很可怕 2.7億人 現在目前是全世界第四大人口署 而且別忘了 這個巴黎島是路客 非常喜歡去的一個地方 而且過去這幾年來 一帶一路的這個過程當中 印尼也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 所以印尼絕對也不會是零 絕對不會是零 因為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中國也借了非常多 低息貸款給印尼 讓他去做基礎建設 是 包括這個高速公路 鐵路這些 所以我覺得這邊 也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最近要去印尼的話 我可能還是要審慎思考一下 跟他那邊想要審慎思考一下 審慨思考一下